94歲的朱慶祥成長於粵劇世家 曾經是先鳳鳴劇團和初鳳鳴劇團的透架音樂領導 刺冊粵劇音樂界達半世紀 這次擔任千里馬生存藝術劇團的藝術總監 才在因為對粵劇的喜愛 更希望給多些鼓勵和支持被後輩 希望將粵劇表演深火相傳 千里馬的班主很有心提拔後輩 叫我幫忙 我也很有興趣 有些接班人 粵劇一定要有些喉嚨推遲 延長下去的藝術這麼好 是吧 即是我懂的東西 我就發放出來提拔後輩 他們很努力 演戲人家演得少 即沒什麼機會 因為我們出生 人家免費教育我們 即是我就學了那些 講給他們做戲的戲 工作上的衣食 戲得不好 不看曲 包吐那些夠習慣 就不可以了 一定有劇本一定要看 演戲做得好 還要學修養 因為我是這樣出生 我就要將那些 以前人家傳給我的東西 我知道 講給別人聽 我責任在這裡 不是希望後輩戲 即是多些人做大戲 但最重要是修養 不是聰明都沒用 有些很奇怪的 你玩音樂 你離開他 他就離開你 每天都要玩 唱樂都是 每天都唱樂都是 每天都唱樂都是 我們現在玩過幾個小時 過幾兩個小時 唱樂都是 唱樂都是 唱樂之後 自己看看哪些不對 人家聽人家說 人家批評的 你也要接受 哪些不好的地方 逐漸改進 這樣就有進步 是吧 做人做戲有戲得 玩有幕而有衣食 即是盡了自己的力去玩 即是不要賴賴賴閒 做戲也是 既經扯起 因為大師級 殿堂級的一武師傅 坐鎮 也不少有壓力 但又很開心 他可以跟我們拍 很千載難逢 真的很難得 我們會盡力去做好他 我覺得有點像發夢 因為以前 我自己沒有看過先奉鳴 但有看初奉鳴 那時已經覺得 音樂的盆面是很漂亮的 我只是覺得 如果有機會 跟這個盆面去合作 應該是很開心 我真的沒有想過 有這個機會 所以覺得千里馬 今次有這個演出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朱師傅 以前都是先奉鳴 和初奉鳴的頭架音樂領導 所以他會把一些 譬如見過先奉鳴 或者飲鳴 他們演戲的時候 一些特別的地方 和我們分享 其中他教了我一件事 就是劇中人都需要比較穩重 就算是有時候嬌修 或者有什麼反應 都是要保持一種端莊 如果以任伯來計 那先奉鳴其實就是 突出一些 所以所有的 很多音樂師傅 都會教花彈多 相對地 任劍輝和任姐 他就比較自然一些 所以 朱師傅提點我 就比較少了 反而就是音樂方面 音樂唱的方面 譬如那些益樣動作 都得應不淺 朱師傅是幫了很多忙 因為其實他講回前輩的解口 即是勢力的解口 給我們聽 還有他會 執拾我們的語氣 節奏 所以是幫到我們更加深入去認識 這個角色和這套戲 我們小時候都很經常看電影 都會看到朱師傅在玩音樂 現在有機會接觸到 當然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因為他除了玩音樂之外 還講很多 戲曲上面 戲經上面 講回一些 舊時候的趣事也好 一些戲行 戲班裏面的事 那就很開心 其實就知道了 從中都知道很多事情 他和他很風趣 很開心 演唱會 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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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